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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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在台湾 河南人也到台湾来了 很多人都以为 这是台湾诞生的一年 但其实在此之前 台湾已经有原住民住在这里 有平埔族和住在山上的不同的原住民 所以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岛屿 那么在汉人的记录里面 有一个最早记录的叫陈蒂 陈蒂是在1603年的时候 跟着神友荣打海盗 就来到台湾了 那陈蒂在他的记录里面 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他说生番就是原住民住在山的后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来住在山的前面 可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 日本人用那种鸟枪打 他们只有镖枪打不过他们 所以他们退到后面去了 那么原住民族靠什么生活呢 靠狩猎 而且狩猎是要有季节的 秋天的时候可以狩猎路的时候 大家去猎场为首这些路 这些梅花路 那时候台湾满山片很多很多梅花路 那这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 而且还有很多野牛在各地跑 都是五祖之地一样的 台湾的平埔族或者原住民在围猎的时候 它会发出各种大的声音 然后敲打 然后把那些路驱赶到一起之后 把它整个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 开始把它全部射杀 射杀完之后 把鹿皮晒干 鹿肉晒干 然后鹿肉可以买给人家 鹿皮也可以卖出去 也可以自己来用 这个季节狩猎就结束了 从此后再也不许去狩猎 特别是鹿如果在春天开始在繁殖的季节 绝对不能去碰 因为你如果碰到这时候去狩猎的话 会妨害了你明年的收成 就是你就不能丰收了 记录里面说 有时候那些原住民的家庭里面 还有那些小鹿跑来跟他的小孩子一起玩 鹿也不会怕人人也不会特别伤害到鹿 原住民它其实有一套它的维护生态的系统 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天堂乐园一样的岛屿上 直到外面的人不断进来 汉人来这里捕鱼 那汉人还算是比较和善友善的 为什么 会跟他们很平等的交易 那海盗也会来 神友荣来打海盗的时候 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神友荣先派了海商到台湾来打听 打听到这一群海盗 居然对原住民不好去抢人家的鹿皮 抢人家的食物抢人家的房子 所以他说原住民非常痛恨这些海盗 那神友荣就更有信心了 我打进去已经没有人帮他 打进来之后 他甚至于把一些东西就分给原住民去 所以海盗也好 商人也好 一定要跟原住民和平和谐的相处 互相帮助 才能够长远的生存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 原住民跟台湾的这些汉人 共同生存的一个场域 那当然像李旦 颜世奇这些做生意的更加要这样子 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里面 原住民族你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财富吗 他以他身上拥有从汉主来的棉布 衣服 玛瑙等等的 他在他的生活中所没有的这些东西 变成他的财产 是很珍贵的 那另外呢 如果有很珍贵的客人来的话 你那个长的要穿在里面 一件再短一点 再短一点 再短一点 他为什么要这样穿 因为他表示他有好几件的衣服 有这么有钱 这么有多的财富 你就看到一个原住民 他如果穿得越多这种外来的服饰 那表示他很会狩猎 用狩猎的东西去交换这些物品 那是他富裕的象征 那荷兰人来的时候 一开始大家都很害怕 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所以立邦上尉也好 或者说荷兰人的那些军队也好 曾经去森林里面想要砍竹子 来做建成的一些器具的时候 遭遇到突袭 突袭之后他们就开枪回打 打完了之后 那些原住民怕到了 所以后来他们想要去突袭 这些荷兰城堡的时候 就看到枪就会害怕 他们也镇压住他们 可是原住民族知道 他们不可能深入到太远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共生的生态 原住民族在汉族的描述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汉族的描述里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呢 这是新朝乾隆的时候 所画的植贡图 为什么乾隆要画出台湾原住民的样子 因为乾隆说 我统治中国这么辽阔的土地 可是我到底统治了什么样的人民 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画图回来给我 于是他就要求各地 从福建这里 就画到台湾的原住民 因为植贡图里面画了嘉义的侏罗 台南甚至于屏东的傀儡山等等 他各地的原住民都有画 而且画一男一女 画起来都很可爱 可是呢 在荷兰人的笔下 台湾的原住民就变成很无用的 会砍头的 台湾原住民有他们的习俗 有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有尊重天地自然 万事万物的一种生存方式 你不能用西方那一套来看 可是西方人 他就看到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族 就看到印第安人 或者看到埃及的那些非洲人 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版画里面所看见的 就是这样呈现的 立邦上位的记录里面 记录了一个很有趣 他说那时候 平埔族的房子里面 他从地基上面打出来 墊高一点的土台 大概一群这样高一点 然后在上面再用竹子 或者木头再架高 房子建起来 那人就住在里面 住在里面成两排的房子 那他有一次去一个原住民族的家里 他们对他很和善 他问他说 那你要睡在哪里呢 他就请立邦上位 睡在一个梅花路的鹿皮上面 那盖着也是一层梅花路 他说哎呀 我不习惯睡这个 我习惯睡在我床铺 床垫等等 你要叫我睡这个 我不习惯 我只能够睡在外面 这个很妙的是说 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来讲 他看见了这些荷兰人 那事实上过去也有许多 像葡萄牙人来过 有一次葡萄牙有一个死人妇发生船难 在北部这边就曾经发生过 所以他们后来自己造了船就走了 并没有发生什么太悲剧的事情 因此相对来讲 原住民族算和善 可是荷兰呢 他们仍然碰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块土地到底是谁 荷兰既然想要来台湾 长期生存下来 就希望能够抽税 因此荷兰就对住在台湾这里的日本人要抽税 日本人跟他说 我们比你荷兰人早六年来到台湾 我们早就来这里做生意了 凭什么我要跟你交税 土地又不是你的 荷兰人说 这块土地原来是明朝皇帝的 那明朝皇帝让我们离开澎湖 把这块土地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跟你收税 他就相对证实了 原来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人是明朝的政府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吊诡很有趣的 荷兰人也不知道这块土地该怎么办 因为他想要建城堡之外 还要再建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区域 于是他请了平埔族的过来 送他们礼物 送完之后说我要跟你买一块地 于是用了十五块的棉布 跟他买了大概足以建一座城堡的土地 很便宜 就是用棉布就这样换来 荷兰人也很清楚 他对这一块土地并不是拥有所有权 他就必须好好在这里经历 但是最妙的 那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他去找一件事情 一旦叫荷兰人说你可以找袁世奇帮我 他找袁世奇做什么 他说袁世奇 你们既然来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条船 可不可以找几条船出来 跟着我们去马尼拉工作 去马尼拉做什么工作 当然是抢劫西班牙人 抢完之后希望能够把西班牙的财政搞烂 希望西班牙从航行里面所得到的 那些丝绸的磁器的这个黄金航线的利益 把它切断 然后让西班牙没有钱 所以他的独立战争更好打 这时候呢 那袁世奇就派出了谁呢 他派出了他的船队 当然有他的几条船 还有他的几百名船员 但是他派出带队的人是谁呢 是郑之龙 那郑之龙又是一个奇葩 为什么 因为郑之龙会许多语言 他生长在泉州 那么他小的时候 算是一个很顽皮很可爱的孩子 那在路边玩的时候 在玩石头就丢着丢着 结果不小心丢出去了 丢到一个围墙里面 那围墙里面是一个官员 那个官员是泉州的知府 就是泉州的管事的老大 叫做蔡山基 他丢到他的无纱帽上面 他的仆人就冲出来 把这个小孩拎进去了 结果他看到这个孩子很机灵 然后名谋好直 这么可爱 他就说你把他爸爸找来 蔡山基说 哎呀 此年轻人 这个孩子是一个年轻人 你带回去好好教育他 就把他带走了 郑之龙长大之后 他并不喜欢读书 因此他的家族 让他到澳门 跟他的舅舅学习做生意 当然郑之龙的家族本身 就有在海外经商的这个传统 已经有很多他的亲戚 到东南亚去做生意的都有 所以他的舅舅在葡萄牙的手下做生意 在澳门做生意 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郑之龙到澳门之后 学会了葡萄牙文 让神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后来李旦去到澳门做生意的时候 他的舅舅有一批货 要送到哪里去?送到日本 于是请郑之龙把他押押押押去 跟着李旦回到日本做生意 当然他也就结识了延诗席 因此郑之龙是在日本跟延诗席他们结拜的 成为二十八个兄弟之中的一个 那这二十八个兄弟里面他是年纪最小的 等于是整个集团里面的小弟 可是他最聪明 他会讲葡萄牙文 也会西班牙文 也会荷兰文 那当然到日本他会日文 他娶了日本老婆 有一段时期 他曾经担任荷兰人雷尔森的翻译 他们都叫他一官 这个一官就跟着他们出海去做生意 有意思的是 荷兰人叫他的船 去抢劫的船 上面要挂着荷兰的三色旗 那这三色旗挂出去之后 荷兰就要求说 你们抢劫到的东西 你们必须一半归我 就是你们这个集团抢到的东西 如果你抢到一百块 你就要分为五十块 因为你们挂着荷兰旗 那郑之龙带出去的船队呢 他也很妙 他并不是真的去抢劫 为什么? 在海上如果碰到中国人的船 他不是用直接抢劫 他是收保护费的 他说如果你交了保护费用 我们就保护你 你就不用再担心被抢 我们也不抢你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好抢你了 所以在他的这种处理底下 很快的他的那种结盟的阵容 就不断壮大 很有意思的是 郑之龙这样的采取的方式 跟原来荷兰想要抢劫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郑之龙等于是利用的这个机会 再壮大自己 可惜的是 在1625年年底的时候 延时期在台湾的开拓里面 慢慢开拓的基础了 他在云林建立了十个寨子 那个寨子有前寨后寨 普番寨等等 每一个寨子就是部署出来说 团队回来的时候可以有补给 如果要来攻打的时候 可以去防御他 反攻等等 现在我们在云林可以看到 那个十寨在水淫香 他说那里是十寨的所在地 那么那个地面面积很大 二十八个兄弟带了几百人 上千人来这里开墾 你要叫他们怎么生存 你要叫他们开墾 叫他们过生活 同时你要让他们安顿下来 当然你需要会种地的人 所以他们也回到家乡去 去召集自己家乡的人 来台湾开墾 就这样子 慢慢把那个开墾的灾基做大 1625年的时候 延时期去嘉义附近的山上打猎 打猎的时候 可能感染了风寒 或者感染了灾基 不知道 他就一直生病下去 就一病不起了 他就跟那些兄弟 最后交代一个疑言说 也没有大家团结一心 可惜了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和我们的兄弟 扬帆大海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由自在的灵魂 这就是延时期 那延时期被视为开台王 可是他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反而是什么呢 是他派了郑芝龙跟荷兰人出去 他培养了郑芝龙 成为海上的一个枭雄 那最后影响了台湾的命运 那至于郑芝龙怎么崛起的 我想就揉到下一集的故事 再来说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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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